第七章 如何将爱贯彻之一生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在爱的启示之中寻求真谛 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那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 正如奥斯宾斯基在他的书中所述 爱是一种宇宙现象 他引导我们进入了第四维度的神奇世界 真正的爱是无私和无畏的 他毫无保留地投注于所爱之人 不期待任何回报 真爱的快乐在于给予 爱是神在世上的体现 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引力 纯粹且无私的爱 能够吸引到与之相衬的人 可是 几乎没有人能真正理解爱 在爱情中 人往往夹杂着自私 霸道或恐惧 因此失去了所爱 极度是爱的强大敌人 因为过分的想象会让人看到 自己的爱人被他人吸引 这种恐惧如果不消除 最终会变成现实 例如 一位心碎的女性找到我 他心爱的男人根本没有跟他结婚的打算 而是最终离他而去 去追求其他女人 他满怀极度和怨恨 希望他能感受到自己所承受的痛苦 他对我说 我明明这么爱他 他怎么能这样子对我 我回答他 你并不是在爱这个男人 你是在恨他 然后我告诉他 你永远无法得到你从未给出的东西 如果你能给出完美的爱 你就会收获完美的爱 给他无私的爱 而不求回报 从而使自己变成更好的人 无论他在哪里 你也要为他祝福 他说 不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我怎么可能祝福他 我回答 因为你们之间不是真正的爱 接下来我说 当你散发出真正的爱 他就会返回到你的身边 不是从这个男人那里 就是从他的等价物那里 如果这个男人不是最适合你的 你就不会想要他 因为你与神同在 你真正的爱也会找到你 几个月过去了 情况基本上还是原样 但他一直在提升自己 我对他说 当你不再受他的无情所困扰时 他就会停止伤害你 你正是通过自己的情绪吸引了这样的局面 然后我告诉他 印度有个修道团体 在他们的成员相遇时 从不说早安 而是说 我向你体内的神性致敬 他们对每一个人 甚至森林中的野兽 都表达出这种尊敬 从不受到伤害 因为他们在所有生物中只看到神 我劝他对那个男人也同样 只看到他的神性 就像神看待他那样完美无缺 他变得越来越平静 逐渐失去了怨恨 有一天 他突然说 无论他在哪里 上帝都会保佑他 我说 现在这才是真爱 当你不再被这段关系所困扰 成为一个完整的原始 你会得到他的爱 或者找到等价的爱 后来 我搬家了 有段时间没办法联系他 一天早上 我收到了一封信 里面写着 我们结婚了 当后来有机会拜访他时 我进门后直接就问他 发生了什么事 他兴奋地说 真是个奇迹 一天我醒来 所有痛苦都消失了 我见到他 他向我求婚 大概一周后 我们就结婚了 我从未见过他如此专注 有句话说得好 没有人是你的敌人 没有人是你的朋友 每个人都是你的老师 所以人应该保持超脱 理解其他每个人都有什么可以教给我们 一旦学到了这个课程 你就获得了自由 这位女性的恋人 让她学会了什么是无私的爱 这是每个人迟早都要学会的 人们并不需要通过痛苦来学习和成长 这通常是违背精神法则的结果 但遗憾的是 少数人能在没有痛苦的情况下 从他们的灵魂沉睡中觉醒 当人们感到幸福时 他们容易变得自私 激活了因果法则 通常是因为不懂得珍惜 才会经历损失 我记得有个女人 她的丈夫很好 但她经常说 我不在乎婚姻 这并不是针对我的丈夫 而是我对结婚没什么兴趣 她几乎忘了自己有个丈夫 只有在她出现的时候才回想起来 有天 她丈夫告诉她她爱上了别人 然后离开了她 她带着痛苦和怨恨找到我 我告诉她 这正是你所说的话的后果 你说你不在乎婚姻 你的潜意识就在帮你解决 不再婚姻的问题 她恍然大悟 是的 我明白了 人们总是追求他们所想的 但结果往往会使人悲伤 她很快就与这种情况达成了和谐 意识到他们分开之后都会更快乐 当一个男人的妻子变得冷漠 经常批评自己时 她就会更加怀念他们关系早期的激情 而感到不满和不幸福 曾有一个男人沮丧 悲伤且身无分文地来找我 她的妻子喜欢数字学说 为她进行了数字学分析 结果似乎很不乐观 因为她的妻子给她算的数字是二 所以她永远也成不了什么大事 我告诉她 不管你是哪一个数字 你是神完美的创造 我们会追求那无限智慧 为你安排的成功和繁荣 几周之内 她就获得了很好的工作机会 几年后成为了一位成功的作家 如果不是因为热爱她的工作 她不可能在某个领域取得成功 一个艺术家 如果出于对艺术的爱而创作 她的作品通常都是最伟大的 为了生计而工作 则通常会感到艰难 如果你鄙视财富 那你自然就无法得到财富 很多人自身贫困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老爱说 我不看重金钱 看到有钱的人就恶心 这是许多艺术家穷困的原因 他们对金钱的轻视 将自己与财富隔绝开来 我记得有次听到一个艺术家 在谈论自己的一个同行时说 他不是什么好的艺术家 毕竟他银行里存了不少钱 这种态度当然会将自己与财富来源隔离开 只有与事物保持和谐才能吸引他们 金钱是神在人间的体现 它代表着自由和远离贫困与限制 但金钱需要保持流动 放入到合适的渠道 储存和节约都可能带来不良后果 这不意味着人们不能拥有房产 股票和债券 因为公正之人的财库应当富饶充盈 这意味着 在需要的时候 人们不能囤积 甚至连本金都不用 人们会在付出中 为自己打开更多回报的道路 因为上帝是人类 无尽无穷的供给之源 在贪婪这部电影里 就有一个筑藏财物的例子 有个女的中了五千块的彩票 可她就是不舍得花 她把钱攒着 攒着甚至让自己的老公饿肚子 最后她沦为一个擦地的清洁工 她对钱的爱胜过一切 结果一天晚上 她被人杀了 钱也没了 这正应了那句老话 爱钱如命是万恶之源 金钱本身没问题 也很有用 但用钱来做坏事 攒着不花 或者认为她比爱情更重要 最后只能招来病痛和灾难 然后连钱本身也保不住 走关于爱的道路 一切都会随之而来 因为上帝就是爱 上帝就是供给 但如果走自私和贪婪的道路 供给就没了 或者人和供给之源就断了 比如说 我认识一个超有钱的女士 她挣钱就是为了自己 从不给别人 她不断买东西宠溺自己 可就是不肯分给别人 她特别喜欢项链 有次有个朋友问她 有多少条 她说67条 买来就收起来 包得好好的 其实她要是戴这些项链 完全可以 但她就是不用 违反了使用的规律 她的衣柜里满满当当的 全是一次没穿过的衣服 和一次没见过阳光的珠宝 结果她的胳膊渐动不了了 因为她太紧抓着这些东西 最后 人家说她自己都不知道 该怎么照顾自己了 她的财产就被交给别人打理了 就这样 因为人的无知 自己把自己给毁了 所有病痛不幸 都是因为违背了爱的法则而来的 人的恨意 怨气和指责 全都是病痛和悲苦的根源 爱可能被认为是失传的艺术 但懂得精神法则的人明白 必须找回爱 没有爱 她最终就会一无所有 比如 我有个学生 她每个月都来找我谈话 以清除她心里的怨恨 经过一段时间 她只对一个女人还怀着恨 并且那女人让她的日子不好过 慢慢的 她尝试变得平静和谐 终于有一天 那份怨恨完全消失了 她有一天来找我 满脸通红兴奋地说 你不知道我现在多开心 那女人跟我讲话 我没生气 反而充满了爱和善意 结果她跟我道歉 对我特别好 在生活中 爱心和善良是价值连城的 又比如 有个女人找我来埋怨她的老板 她说老板对她冷冰冰 专调她的毛病 不想让她在那工作 我就说 尊重那女人心中的善良 给她传递你的爱心 她说 行不通 她冷漠得跟块大理石似的 我就跟她说了一个雕塑家的故事 雕塑家要了一块特殊的大理石 别人问她为啥选这块 她说 这块大理石里有个天使 后来她就从这块大理石里 造出了一尊极美的雕像 那女人说 好吧 我试试看 结果过了一周 她回来告诉我 她照我说的做了 那女上司现在对她可好了 还带她去坐她的车呢 有时候 人会因为过去做错事 对别人不好而后悔 如果不能直接弥补 现在做好事 也能抵消那些过错 我只求一件事 就是忘掉过去那些 向前走 悲伤和后悔 会破坏身体 让人处于不良的环境中 有个女人身陷悲伤中来找我 祈求为我带来快乐吧 因为我这悲伤 让我对家人都挺苛刻的 总是制造麻烦 有人让我帮一个 因为女儿去世而悲伤的人 我就让她把失落和孤独的念头 否定掉 坚持认为 上帝会给她带来喜悦 爱和平静 这位女士很快就恢复平稳了 所以 人总喜欢沉溺于自己的悲伤和后悔中 老观念认为 不担心孩子的妈妈不是好母亲 现在我们知道了 妈妈的担心 其实会给孩子带来病痛和意外 因为恐惧会在脑海里 形成一个疾病或不幸的画面 如果不消除 就会变成现实 真的能够放心大胆地说 我把孩子交给上帝了 他们会得到最好的保护的妈妈 才是最幸福的 比如 有一位女士半夜醒来 感觉到她的弟弟似乎出了大难 她没让恐惧站上风 而是开始声明真理 人是神完美的创造 在适当的地方 总有神的保护 结果第二天她才知道 弟弟差点在旷难中遇难 但最终逃过一劫 所以啊 我们对别人在思想上是有责任的 每个人都应该有信念 他们爱的人都在至高者的庇护下 恶事不会降临于你 灾祸也不会靠近你的家园 完美的爱能驱散一切恐惧 心怀恐惧的人 尚未在爱中得到完美的魔力 真爱 才是法则的圆满体现